大家好,我是三毛舊主熊長,歡迎來到翠說流火第四集 趁著陸服S1打到決賽,做了天地劫PVP流火節奏版第一期 剛好可以把之前的刷碎片電液系列做一個合併 想知道到底哪一隻角色強勢?該刷哪一隻角色的碎片? 哪一隻角色要抽爆?看這部影片就沒錯啦 那首先我來介紹一下流火節奏榜第一期的表格用意 希望透過簡單的表格,讓大家清楚明白該投資哪些角色去打PVP T0到T3之間的區別分別,不代表該角色非常的弱 皆有機會加強翻身,一代版本一代神 尤其你看那個夏侯儀下水道,現在誰敢叫他下水道呢? 然後角色是否能有效的在PVP帶起節奏 便是這個節奏榜的初衷 節奏榜的話,一樣左邊的QR Code 你們可以掃描這個去下載完整的表格詳細看 主要這個表格也可以作為刷碎片的參考 然後BP順序的參考,然後強兔的排名參考 一張表格可以做到這麼多事情 希望可以幫助現在你們想刷碎片的 或是剛加入來的新人們 哪些角色目前最強勢,推薦給大家參考參考哦 我們來講T0的角色 T0的角色坦克的部分我們講一下古倫德 古倫德目前來講非常的強勢點是因為 國屬性之一,曹沁一隻強力輸出而已 在ban掉曹沁之後基本上都可以硬扛所有角色的一刀 古倫德可以做到一刀不死,這件事情就已經很棒了 再來就是古倫德擁有兩段式的暈眩 他可以用自己本身的第一個技能轟雷斬 去做一個範圍的擊退跟暈眩之外 他本身的天賦也可以做一個普攻 擊退兩格,然後也可以做到暈眩的效果 古倫德的話特色就是這樣 在後面他的神兵加強之後呢 讓他有加強他的機動能力 然後他的雙防也可以增加 主要是他的抗暴 他成為了一隻蠻能抗暴擊的坦克之一 所以古倫德目前是最強的坦克 推薦大家如果坦克不知道要練誰的 古倫德刷絕對沒有錯 風鈴聲加宇小雪兩隻人全奶 這個就不多說了 那他們強烈最大的特性 特色就是雨小雪就是強烈的驅散 而且會復活 還有自帶戰陣三大特色 那再來的話就是風鈴聲 風鈴聲的話 除了他的招牌技能載動之外 他未來神兵技能也出了之後 讓他的驅散能力也上升了一格 讓風鈴聲處於一個就是100%很特別 百分之百入合率上場率的角色 不是BAN就是被...不是BAN 不然就是被選起來這樣子 在輸出方面 這四隻應該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黎幽、曹沁、冰璃三幻神 再加上新增出來的五幻神之一李逍遙 那鷹無邪的話會擺在下一層 原因是鷹無邪他目前有一些問題等下會講到 那黎幽、曹沁、冰璃應該不用多說了 而且更特別就是黎幽跟曹沁這兩隻都還沒有出神兵技能 還有李逍遙 冰璃是出了神兵技能之後更鞏固他在T0的位置 冰璃的神兵技能可以讓他在第二刀無損的情況下 免傷80% 無損的情況下直接打出第二刀 並且讓他的魂石直接從優良變化成有高輸出的裸鬼跟刺戀鬼 曹沁跟黎幽未來我認為等神兵技能出來之後會再更上升一點 李逍遙看怒服4月份的時候會不會推出 4月份怒服要復刻仙劍 會不會推出連動的神兵技能 那這一層後面的備注補充再講一下 這一層的所有角色基本上入合率出場率都在80% 就是10場裡面大概會看到8場都會有這些角色 那他們的這幾隻六星五內全開的保持感非常的好 非常的推薦大家把他五內全開六星刷滿這樣子 那基本上上他們這幾隻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是最萬用最萬能的選擇之一 但是T0.5 T0.5的話我這邊把他定位成環境的佼佼者 那因為我會分的比較細一點是因為我認為他們各個區間都有一點點不太大 那他有一點差異性 那尤其是為什麼會這樣講是因為尤其是第一隻要介紹的角色叫做賢瑜超 賢瑜超這一隻角色他為什麼會上升的這麼快 是因為他完美的取代了林月如 林月如最怕的就是他太脆皮了 然後傷害沒有想像中那麼高 那月如的話 缺點全部都被賢瑜超給取代了 什麼意思 賢瑜超不怕死他有復活一條命 那賢瑜超的話傷害雖然感覺也沒那麼高 但是他可以做到很強勢的拉人 拉人是直接拉五格到自己身邊 而不是像月如只能拉兩個 所以他完美的取代林月如在破陣的一個地位這樣子 而且他又不怕死又可以當一個假的坦克 他可以每回合可以護衛一次的特性 賢瑜超是目前的環境的佼佼者之一 再來是趙佑 趙佑為什麼會比古倫德低一點點的原因 在於趙佑的環境沒有比古倫德好很多 古倫德不要把曹清BAN掉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天敵 但是趙佑天敵太多了 所以比古倫德的分數跟上場率會低一點點 但是他本身的戰陣和物防法防的切換能力還是屬於比較前段班的 那為什麼很多人會覺得說趙佑好像越少越少人看到高端玩家在用 因為趙佑還沒出神兵技能 趙佑還沒有出神兵技能的情況下 他本身的體質就會比其他輸出低一點點 輸出高 但是我們趙佑的血量沒有提高 紅翼暴斃,這件事情是處於神兵技能的緣故 那等趙佑的神兵技能出了之後 我覺得趙佑還是會再上升的 趙佑練起來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看一下 這一層的話沒有所謂的補師跟輔助 我們來看一下輸出的部分 輸出的部分先講一下鷹無邪 鷹無邪的話為什麼會比較下面的原因 是因為鷹無邪除了開戰陣之外 現階段來講比較難做到事情 比較難做到事情是他破不了坦克 然後丟個AOE就沒事了 然後最重要他的特性的兩個先攻的特性 在目前環境來講沒有太大的表現 導致說他成為只是開戰陣丟丟AOE 補補刀的一個目前的定位 比較可憐一點點 但是鷹無邪也還沒有出神兵 等他出神兵之後相信應該會再上升 然後他的位置也不會太低 大概也是處於0.5-T1左右吧 神兵不知道會不會讓他到T0 好,那講一下劍邪 劍賊這隻角色他一樣是因為神兵技能而崛起的 但劍上他的暗暗冰陣是很好開的 最後就是他的本身的減傷能力太高 等於說你要殺一隻劍邪,你必須動兩步 你先動一步把他的免傷給打掉之後 再動第二步把他秒殺掉 要耗兩步去解決劍邪是一件還蠻麻煩的事情 所以劍邪這一個位置,我認為T0.5是非常非常十字名歸的 好,那如果想要打AOE的一定要練劍邪 再來講一下夏侯儀,夏侯儀這隻角色一樣是神兵技能直接翻身的 能直接復活一次的角色不多,而且尤其是宙斯 現在能復活一次的宙斯除了夏侯儀外,還有一個叫丹陰 夏侯儀能復活,而且復活之後會更強,直接觸發天賦的增加屬性 那如果他神兵技能,如果是帶AOE的又更痛,範圍傷害也增加 夏侯儀就是這麼強的角色 那再來的話,以前的夏侯儀會覺得說只能打AOE丟丟螺蟻 錯!夏侯儀不只可以丟螺蟻,他也可以帶兩招單點技能以及一招神瑞 可以加攻又可以丟兩招單點 所以說實在的話,他是目前針對來講,虎倫德也是蠻怕的其中一隻角色 他不太怕刺客散者,刺客也不太敢過來偷他的 因為會附我一條命,如稱春歌 大概是五英仲,五英仲這隻角色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他我認為五英仲有取代宇文拓的地位 以前在台服跟以前的陸服來講,宇文拓就是一個腳屎棍 就是硬邦邦,然後站在那邊燒地板,然後跟你打個消耗戰 對,宇文拓是這種角色 但是五英仲完美的取代宇文拓的角色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是因為宇文拓 宇文拓他是燒地板,免疫故傷的飾品出來之後,宇文拓就沒用了 但是五英仲不一樣,五英仲是打多段式的AOE,然後打干擾 他會降你的物攻,他的特性得到三層之後 三層之後就會把你改為風中 他打了一系列的干擾之後,再讓其他的隊友們去搜頭 以及他還有一把很討厭的召喚物的那把劍 五英仲就是這麼煩人的角色,而且他是光屬性,沒有任何的天敵 在這種情況下,五英仲是配置了宙石兵或是鬼族的魂石 讓他更角色貴一點 那我認為五英仲目前來講表現還不錯 但是我認為他是有下滑的趨勢 我認為有下滑的趨勢,因為五英仲我看能獲勝的場次不多 以及五英仲能打的套路也不多 那T0-TN5我會把他分別出來是因為他不如上一層的萬能 但是在BP流火的環境真的適應得很好 你什麼時候選都還蠻有優勢的 沒有太大的弱勢 比起下面的T1那層來講,這幾隻都是這種感覺 就是你什麼時候選優勢都還蠻大的 也是推薦大家這幾隻可以六星五內全開 路合各出場率大概是在60-80%左右 再來講下T1層級 T1層級的話我把它定位成優秀的選擇 就是這幾隻角色其實我認為的來講沒有很弱 也是很優秀的選擇 只是出場率還蠻明顯就是沒有像上面那兩層那麼高 你只要站著就能做事情 跟宇小雪一樣,站著就可以補血 一樣的道理 單一可以站著就讓人家斷腿 真的是很難受 而且先前段的坦克比較多都是護衛2格 趙佑啊魯倫德啊這些都是護衛2格 護衛3格的春蘭就先不要講 所以單一是比較麻煩的點在這裡 麻煩的點在這裡 那我認為來講他雖然有上升 但是不至於到趙佑那幾個那麼誇張 我認為他應該不會到太高 那可是他算是目前的巔峰前三坦之一 這沒錯啦天神夢才三坦 因為一超不能算一隻完整的坦克 完整坦克你們就認為是古倫德 趙佑加丹鷹 如果你們要練三坦的話 練這三次是比較沒有問題的 好那講一下九陰 九陰這隻角色 因為畢竟九陰是陸服目前當月最新的新角色 所以能抽到五六星的人不多 但是他在大佬就是充滿六星的大佬的表現 戰鬥表現裡面非常的好 他並不是一隻坦克 他是一隻輸出啊 你要讓他魂子帶裸鬼還是帶頭狼還是帶吃煉鬼 我個人認為都沒有問題 九陰這隻角色是一隻輸出 而且他的輔助能力也很強 他會給神瑞 會許願給減傷補血等等 九陰這隻我認為新階段來講 而且九陰的屬性是雷屬性 雷屬性然後火屬性的輸出又少 暫掉什麼都沒了 九陰的環境來講非常好 而且還有一點九陰可以瞄彈 九陰可以瞄彈這件事情實在太強了 他的歐拉歐拉歐拉 因為他的九陰傷害是追擊 他直接打第一拳不死沒關係 他會打第二拳 第二拳的傷害是取決於前面那段傷害的0.4倍 我記得沒錯他是0.4倍這個數字 你前面只要打掉6-70%的血 你後面一定收得掉他 這隻角色我認為他會持續上漲 很意外 那講一下祝有 祝有蝴蝶 蝴蝶這隻角色雖然出場率不錯 大概30%左右 但是我認為蝴蝶這隻角色會持續下滑 因為目前沒有太漂亮的第三奶 第三奶 因為現在最強的就是雨小雪跟風鈴生 那接下來第三奶 蝴蝶就沒有前面那兩隻奶的感覺 沒有那兩隻強力驅山或者是有一個獨特的帶動能力 蝴蝶雖然他本身會有一個他本身的回險狀態 但是嚴格來講我並不強勢 我認為遲早會被其他新出的奶媽給取代 所以這邊我就不多介紹 蝴蝶這隻角色我並沒有很推薦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在你盒子放三奶 蝴蝶是目前當前祝福環境來講 一定要放的第三奶 輸出來講的話 燕明龍就是刺客 不講 然後也不是說不講 燕明龍是刺客 然後再加上他的神兵技能出來之後 讓他基本上沒有太多坎不死的角色 除了野位啊這些角色 坎克啊這些角色 基本上他什麼角色都可以坎 他是目前比較好用 除了曹沁之外比較好用的刺客之一 那再來是霍蝶 霍蝶一樣啊 也要觀察一下 目前六星霍蝶也表現的非常的良好 要點掉坦克也沒問題 因為他三種屬性可以自由切換 霍蝶這隻角色就不要討論太多了 再看看下一季或者是後面幾個版本 看起來霍蝶有沒有問題 但是諸葛艾 諸葛艾的話 要怎麼說啊 諸葛艾放入盒子裡面基本上都是為了打坦克用 但是我看到的諸葛艾 使用起來感覺都沒有太好的表現 因為諸葛艾實在是太貴 你看第一回合加buff 第二回合就是發呆 第三回合再加buff 然後再第四回單點 然後單點不死又要加buff 就是諸葛艾是一隻比較 也是需要暖肌 然後他也是比較中規中矩的一隻角色吧 應該來講 諸葛艾就是 就不多說了 我覺得諸葛艾表現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好 但是諸葛艾也是一樣問題 因為就是目前來講 諸葛艾很長 看到瑟布斯坦克就把他就被刺客後 有些事情到底是無法掙脫的 譬如森林 也是需要一隻 暖肌 血緣 然後坎布斯坦克需要暖肌 如果能不再想來 坎布斯坦克再暖肌 在坎布斯坦克再暖肌 一樣的狀況來講 諸葛艾也是這種感覺 不小心被刺客後 不小心被刺客後 也就是這種感覺 但是 不得不說 血緣的傷害點 原來 他傷變高下限月魯 沒有暴擊就是沒有用 但是月魯 月魯的分數下降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他一來沒有神兵技能 他是仙劍連動 神兵技能還沒出來 所以他下降了 那第二點就是他被血緣燒得取來 因為月魯的拉只有兩個 然後暈眩必須要提氣 這樣子 所以月魯的目前整體來講 是這樣的感覺 那這一層的話 介紹就是說 他們可以做到獨撤的作用 但是BP有時候也是很優秀的選擇 但是呢 他們的五內全看跟六星的順序 會在T0跟T0.5的後面 因為他們如果預期不高 大概20-60%而已 所以會建議你們前面的角色練完 再來考慮這個層級會比較好一點 他後面的角色我就會比較簡短的介紹 1.5的話這邊我會講一技之場 像是沒錯姐 我們講魚燒 魚燒的話他就是標準的光坦 然後不怕任何屬性 但是他就是很怕物理攻擊 然後也很怕暴擊 所以他的神兵竟然給他的提高免傷 但是來講還是一樣暴斃的時候 是比起其他坦克來講是高出很多的 再來是單一 單一這隻角色的神兵競技出來之後 大殭屍的推跟地板其實表現都不錯 那加上他其實可以跟玄宇打出不錯的傷害 他本身天賦有一個增傷 而且他也是一隻會復活的 會復活的角色 會復活的咒死跟下游一樣 所以我認為他的分數不高也不低也 我覺得是剛剛好的位置 T1.5 因為他主要他的輸出能力不高 這樣講他輸出能力不高 所以我把它放在輔助的位置這樣子 再來講一下輸出 輸出的話慕容全力也出了神兵 傷害來講還不錯還蠻可觀 但是他就是皮卵 他被偷 怕所有的刺客 除了吃戀 好啦 他就是 慕容全力也是這個問題 所以他傷害提升 但是他還是比較適合打PVE 在PVP的表現沒有那麼的優秀 反而是子豐 子豐的出場率比慕容全力高很多 一來是戰陣兩個人都有 後來就是他一樣可以輔助所謂的玄宇 再來就是他本身減CD的狀況 也可以加強再動能力等等 風靈神的再動能力等等 所以子豐其實我未來他出神兵之後 石豐我覺得他會在上找 但是宇文拓嘛 宇文拓被五音眾完美取代 加上大家的防顧商的飾品越來越多 宇文拓越來越沒有什麼用 所以我認為宇文拓在T1.5也是不錯的 至少沒有到T2啦 T1.5還不錯啦 在這裡林鳳 林鳳那隻角色是極卡 神兵技能也出完了 最大的特色就是他可以打三格以上 他在打暗屬性的角色表現也是不錯 然後也可以幫忙開閑魚超、子豐的陣 主要是因為宇室人場太少 我認為宇室人場太少 所以林鳳才會排到T1.5 等哪一天錄了一隻更好的宇室 基本上那就會比較被取代 最後就是希哥 希哥這隻角色被人家稱為刺客之詞 為什麼就是我認為我看比賽到現在下來 希哥他的過坦技能需要三回合CD 然後希哥是暗屬性的關係 所以他很多光屬性的角色偷不死 什麼逍遙啊等等 光屬性的角色偷不死 所以導致... 這樣子 他比較適合打PVE 他那個煙霧地形很適合去趴塔 我認為希哥可惜一點就是他的屬性問題 跟他原本的傷害沒有到預期中那麼高 還有他的天賦的原因 天賦很容易被打斷 他能取得恢復天賦的機會不多 我認為希哥是這樣子的 好! 那麼這一層的備注就是說 他每一隻角色其實都有自己的長處 就是有時候可以做到奇特的效用 但是說實在話 比起T1來講遜色的非常多 複合機率只有大概約10-20%而已 好!再來就是T2 T2表現不如預期 坦克就是蟹魚跟春蘭 蟹魚的無間斷護衛跟他本身有出的神兵技能 其實他表現不如預期 因為他就只是一個坦克而已 他只是一隻坦克而已 沒有任何像趙優可以推 五輪隊可以推跟暈 然後冰台可以斷腿這樣子 是一隻坦克導致大家比較不怕蟹魚 導致大家比較不怕蟹魚 就是功能性太少這個原因 春蘭的話我是認為齁 跟希哥是一樣的問題 就是可能現在 因為他是新出的倒數第二隻角色之外 然後他本身的機體設計比較像是偏向於PVE的認為 所以春蘭也是這樣 而且他是火屬性 其實階段場上的冰屬性有點太多了 所以對春蘭來講是蠻不友善的 春蘭可能我認為會上升但是也要看狀況 因為畢竟他神兵還沒出 然後目前環境來講不太適合他 但是宁采神 宁采神的角色 他很有特色啦 他也很有特色就是可以免疫一切負面 但是宁采神就是 沒辦法擔任第三奶的位置 我認為 他就是一隻比較疲弱 然後用起來非常的綁手綁腳這樣子 我認為是這樣子 對TFD節目前的流火環境來講 宁采神不是一隻很好的奶媽 再來的話是輸出 輸出就是黃斧生第一個 黃斧生雖然他可以加神類然後可以破陣 但是他純兵技能沒有讓他的傷害提升太多 所以導致他只是一隻破陣角生 然後輸出沒有想像中的高 所以黃斧生你不要指望他的輸出 只能指望他跟他的隊友的輸出 指望他跟他的隊友 你隊友選擇好黃斧生才玩得好這樣子 好 那再來的話是夏侯儀 夏侯儀就是鐵手夏侯儀 夏侯儀就是講過了嘛 就是顧傷 大家都顧傷戒指、顧傷手環都有了 所以導致鐵手夏侯儀 顧傷不吃香 再來他暖記時間太長 再來就是他怕所有的刺客缺點太多 特色很好他就是打顧傷打盡了 但是他就是缺點太多 所以這隻角色等加強吧 再來的話是風寒月 風寒月雖然神兵技能可以無限斷腿 但是他一來推一轉他只會走三個 二來就是比較適合打PVE 老實講就是這樣 比較適合打PVE 無限斷腿是無限斷腿 但是你也要摸得到人對不對 你要摸得到人 然後有些人也不喜歡跟你打個正地戰 你看現在主流就是 炎魚超拉、趙又推、古倫德推 小狐狸偷人 風寒月對於這些環境來講 又推又拉又推又冷的 風寒月不適合 再來就是銀劍品 銀劍品一樣問題啦 腿短 再來他神兵技能強化的是他靜寮 就是不怕靜寮這個部分 所以來講他加強整理方向也是拿去砍充命王 那種戰裝打王會比較適合 對於這種比較一點激情的PVP 銀劍品真的不太適合 然後我後面給的評論就是說 雖然每隻角色都很有特色 對啊每隻角色都很有特色啦 只是在PVE在流火的表現 不是預期中的那麼好 複合率出場大概是5-10%而已 那也是T2.5 T2.5算是一個替代方案 為什麼會這樣講 首先是露鞘鷹 露鞘鷹這樣特色是什麼 雙互衛 可以互衛不間斷兩個 那就是大概是拿來給蟹羽、春蘭 那種沒有這樣角色的人來用的 另外他就是替代塔克的替代方案這樣子 可雲一樣的問題 那與其上可雲上面的書生可能都比較好用一點點 可雲就是現在第一位 雖然他的神兵技能雖然是可以不怕禁聊那些東西 但是會打出這種東西的應該也只有黎柚跟鐵手下好以目前來講 所以髒水環境不優勢的情況下 自然而來這種打髒水的角色 抗髒水的角色可雲就不適合這樣 那最後面這幾隻角色韓千秀打AOE的 只能打AOE的 所以他的特性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不怕他單點 所以古倫德就算看到韓千秀也基本上也沒有太怕 韓千秀就這樣子 然後刮殺的傷害實在太可觀了 所以出場率很低 再來是玉遲良 玉遲良雖然已經升到絕了跟陸招玉一樣 但是他的技能組就是很適合打創命王 跟前面的陰劍瓶很像 所以讓玉遲良來打流魂就是 其實就是你可能沒有上面的那些角色來用吧 沒有陰劍瓶也沒有其他角色練來用 就是你練度比較高來湊術用的啦 但是方魚就是一樣 宇室本來就很弱了 再來他就是雷屬性 最後呢就是他能做到事情實在太少 他過不了坦克 所以等於說他天賦就是白板 他天賦要惡動 可是他殺不了人就沒辦法惡動嘛 對 方魚就是傷害低 沒辦法觸發天賦 就是這樣子的問題 方魚就是這個問題 他能解決他惡動的問題 觸發惡動的問題 方魚會很強 再次次戀就是絕品青羅 不說啦 絕品青羅不說啦 再來是高皇軍 高皇軍的話 因為他是新角色所以出場率不高 可是他有擁有免疫一切負面的符文 但是我認為來講 這隻角色也不會太高 因為諸葛艾的就那麼高而已 他應該不會比諸葛艾高了 我認為啦 角色機體啊設計來講我認為是差不多的 最後是獵小鑑 獵小鑑他是主打抗AOE的角色 但是 就是AOE沒有那麼多 大家都不喜歡打AOE 沒有人喜歡打髒水 就是環境問題啦 所以獵小鑑導致他也是弱弱的 那這一層的話 就是上面幾層的替代方案 也不是最佳選擇 入合率非常低 大概是2-5%了 那高皇軍必須再觀察一下下 最後這一層的話 T3我直接講說用愛發電 就是不多說 散光遠 余茜 燕斯霞 雲香 秦桧跟趙靈兒 這幾隻角色啊 如果你們對他沒有愛的話 我建議你們不要碰也不要練 因為很容易就會停電了 你可能就會很厭惡這幾隻角色 就是他們入合率大概接近0% 接近0% 這幾隻角色的問題點很高啊 就是很弱勢 就是打不出一個強勢點來 然後好啦 不多說 再說下去我覺得有一點點 好啦 第一賽就是這樣子 這幾隻角色出場率很低 建議大家可以練完前面的角色 再來處理後面的角色 那本次節奏榜內容如上 我是三毛教主兄長 若喜歡我的節奏榜對說流火系列影片 記得幫我數值三連起來 按讚訂閱分享 來看我繼續分享其他影片 記得開啟小鈴鐺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